今天我們要講一個沒有它你會死掉的東西 冷氣 改一聲 冷氣有分成室外機跟室內機 我們人類啊 冬天怕冷 夏天怕冷 尤其是現在越來越熱的時候 晚上睡覺如果沒有吹冷氣 那真的非常難受 你有吹過冷氣嗎 這個時代誰沒吹過冷氣 昨天你是北極來的啊 北極人會吹冷氣嗎 那你知道是哪一個偉大的人類發明出冷氣的嗎 不知道 猜猜 也是一個怕熱的 其實冷氣的發明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兩大步驟 一個是美國人 美國人發明出的冷氣 但是我們現在普遍在一般家庭或一般大宗所使用的分離式冷氣 那是日本人 他把冷氣切成一半 把比較草的東西移到外面 吹涼的吹風的經過管線的放在室內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又可以涼 又可以解決室外吵鬧的問題 而我們今天要講到這個人非常了不起 他堪稱是東洋愛迪森 請注意哦 我以下所有的東西都是真實的歷史 這個人的一生呢他其實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日本東洋工業史 你還記得你20歲的時候在幹嘛 我在 媽媽10塊 20歲你還媽媽10塊 20歲媽媽應該200塊了吧 媽媽1千 媽媽1千 10塊你沒搞啊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人20歲的時候做了什麼 在西元1821年的時候也是他20歲的時候 他發明了機械人樓 童子杯台 而在那個時候呢 就很像是以前那個賣藥團一樣有沒有 他們一樣就是會賣一些 德達粉上的藥 然後呢他這個時候就用木頭的這種機關人樓呢 在這種賣藥的現場 跟夜市一樣有沒有 然後在那邊現場表演 他這邊木偶人呢 就會一個女生的像是藝技的角色 然後他就會拿三個杯子這樣子 咚咚咚咚 搖搖晃搖晃 然後端到人家面前 然後給客人喝 然後客人喝完了之後 會把杯子放回去 咚咚咚咚咚咚這樣子走回來 就是他20歲的時候 過了4年後 也就是1824年 在他24歲的時候呢 他做了這個東西 大家注意看喔 在他說的動作當中 他並沒有用到任何的馬達 也沒有用到任何的引擎 就是完全用木頭 用機關 用一種超高技術的現實操作 在當時200多年前的日本 然後大家全部都嚇傻了 當時在他24歲的時候 就已經在當地想遇盛 人家稱他為 機關儀右衛門 而這個儀右衛門先生呢 他就一度玩機關 玩到了35歲 在35歲200多年前的日本 就是並沒有像現在有所謂的 什麼CNC啊 車銷啊 他在35歲的時候 就做出了這個叫無盡燈 也就是他用空氣槍的原理 空氣槍我們不是會把 藉由動作 然後把空氣壓縮在管境裡面嘛 然後他一用這樣子的壓力 然後讓他的那個燈可以一直供油 所以他的燈就會燒不完 他當時就稱為就是燒不完的燈 就是稱為無盡燈 注意喔 在他35歲的時候呢 他已經了解到空氣壓縮的原理 而這件事情也建構了他以後 會搞出分離式冷氣的一個基礎 而這個人在35歲的時候呢 他因為可以搞出很多各種奇妙的東西 總是能夠做出人家永遠讚嘆不已 永遠各種機關 各種奇怪的型態 所以在當時的日本人 他們已經稱他為叫做東陽愛迪生 也就是田中九仲先生 田中九仲先生 而這個時候呢 這個人的成就並沒有因此而終止 又過了13年 也就是大概在1847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48歲的他呢 他跑到了土育門家 什麼土育門家呢 也就是安倍晴米的子孫 當時呢 他們家族在日本做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也就是編習立法學 所以田中山在這段時間呢 他除了去學習這些天文立法學之外呢 他做出了一個非常誇張的東西 也就是稱為日本宗裡面的最高殿堂 叫做萬年宗 隔年呢 他就在京都五晚呢 開了叫做基橋堂 講到基橋堂的歷史 這個有機會 我們也很值得跟大家好好的訴說訴說 這是在工業史上非常厲害的一刻 而基橋堂開了之後呢 其實在那一年世界的局勢就是 許多阿兜阿他們都喜歡開著蒸汽船 然後到別人的國家裡面要求人家開港 當時日本原本處於鎖國的國家 然後但是在這個 強權的壓迫下就是開港 而田中山呢 也就是基於這個 被世界文明機械衝擊的狀態下呢 他就從藍書裡面去學習到了一些機械的技巧 而這個東洋愛迪森呢 他就看著這本藍書 就打造出了一個日本的第一艘 蒸汽船的模型 而這件事情呢 也是讓他從江戶時代的機關營右衛門 瞬間轉變為明治時代的機械工程師 也參加為跨世代啦 不過在當時呢他已經是50歲了 所以大家有沒有聽到這個的重點 就是50歲之後創業都還來得及 各位朋友 要不要創業啊 我這邊有一筆錢啊 而這田中山呢 於是他就從這個小小的蒸汽船模型呢 把他真的實踐成為一個真正大型的蒸汽船 也就是在日本非常有名的聯封號 之後呢他就以機械工程師的身份呢 開始繼續打造跟發明出許多的機器 當然也包含了日本非常有名的 阿姆斯狀大砲的原型 而這位東洋愛迪森呢 其實也是在我心中非常敬重的一位 就是日本發明家 他堪稱等同於就是在 文藝復興時代的達文西 好像他不會畫畫 但我覺得他應該要會畫畫 在那個圖紙的年代裡面 當然就差了一些世界美術史的定位 而這個人他之後創立了一個品牌 而這個品牌就是現在 許多人在家裡面在世界上都會看到的品牌 就是Toshiba 你怎麼以後在家裡看到冷氣的時候 會特別為他充滿了敬意啊 所以以後在家裡開冷氣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田中九重先生他檔子是怎麼樣 你家裡開個冷氣 你可以講兩個小時的故事給朋友聽 大家現在所看到的分離式啊 然後迴轉壓縮機啊 或者是所謂的變頻空調啊 其實都是來自於這個Tanaka-san 其實日本人他們是一個非常重視 技術發明跟文化歷史的一個民族 所以坦白說在日本 其實Toshiba的牌子算是多 但是台灣是非常少的 這時候其實要扯到一些什麼代理商啊 然後市場定位啊行銷啊 很多人在看的他其實就是他的廣告 很少人會知道 他其實他的由來跟他真正的歷史含義 因為他其實包含了非常豐富的故事 而其實現在的市場社會裡面 很多公司他們做東西其實就是希望 趕快賣給你 然後趕快壞掉 趕快壞掉之後趕快買個新的 但是如果對於這種技術起家的日本人 尤其是技術起家的 他以這個東西為終身的榮耀 跟他以終身的精神信念 他都是技術底的 然後你做的東西就用一點就壞掉了 你知道那個老闆就會想要切副自殺 所以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東汁冷氣或Toshiba呢 他其實是跟著日本的工業化一路去往上前的 其實田中九重他當時創立的公司叫做 芝浦電機公司 而在1939年的時候呢 日本的東京電機 他們兩個合併 成為現在大家所看到的東汁 也在這個時候呢 正式更名為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Toshiba 1939年之後呢就開始經歷了20世界大戰 而經過20世界大戰因為日本戰敗嘛 然後當時日本人就瘋狂的效仿許多就是歐美國家 然後呢他們也開始就是把冷氣變成民生用品 也就是一路到了1953年 東汁冷氣他們做的第一台冷氣呢 正式推到民生市場 也就是到市場裡面 這個稱為叫RAC101 不過在當時的冷氣呢 就是你們現在所看到一般的窗型冷氣 就是一台非常大台 壓縮機跟你的出風口是擠在一起的 一路到了1961年的時候呢 他們正式把冷氣切開一分為二 稱為分離式冷氣 也就是現在我們大家最愛用的 就是外面很吵 裡面很安靜 你家睡覺的時候不會被吵到的分離式冷氣 而我們身為一個愛家的好男人 工業界裡面的工具人 讓你在家裡面非常有地位的男子漢 我們這一集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些 冷氣在保養上跟一些基礎的認知 你家冷氣為什麼會臭呢 你家冷氣什麼時候要洗呢 你家冷氣是不是曾經被人家騙了很多錢呢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冷氣的構造 其實你家的冷氣它是一個內循環系統 你千萬不要幻想 你在家裡面開分離式冷氣 它會把你的外面的空氣過濾起來 其實是不會的 在冷氣的組織架構裡面呢 它分成蒸發器 壓縮機 冷凝器 跟一個膨脹阪 這幾樣東西組成你的冷氣的主要架構 而你的冷氣吹起來為什麼會涼呢 它的原理就是首先你的蒸發器 它會幫助你的冷媒 然後再從液體變成氣體的過程當中吸收熱量 產生冷的感覺 而這個時候的壓縮機呢 它就是不斷壓縮你的冷媒 讓你的冷媒在經過冷凝器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熱能 這個時候就把熱氣排到室外 冷氣往裡面吹 大家在裝冷氣的時候 你的室外機千萬不要對著人家吹 千萬也不要對著對面的巷子 或是對你的對面住宅吹 那個人家會生氣的 因為吹起來都是熱風 這個大概就是冷氣構造的基礎原理啦 但是你在吹冷氣的時候 最在意哪兩件事呢 第一個 錢 第二個 臭 首先我們先講錢好了 冷氣為什麼會貴 大家知不知道在以前 窗型冷氣的時候 那個電費超貴的 而什麼時候開始變得便宜呢 也就是變頻冷氣出來了 你知道變頻的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什麼嗎 為智能變換它的頻率 就是 變頻 就變頻嘛 幹 你這樣講廢話嗎 菜妹虎住了 那它要如何智能的變頻呢 你的Sensor算溫度 沒有 Sensor是感應器 不要想騙我 你不要以為塞下一些單字的時候 就會讓我覺得很厲害 這個時候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你知道 筆記型電腦 你知道誰發明的嗎 該不會也是田中九中先生吧 他已經死了 不過是他之後的這個公式 Toshiba發明的 所以當時大概是一個我們還沒出生的年代 1985年的時候 人類發明的第一台筆記型電腦 不過東芝他們在做筆記型電腦之前呢 就是在1978年的時候 他們把電腦的速控系統 然後放到冷氣裡面 再過了兩年之後呢 他們就做出低頻 大家所聽到的變頻變頻嘛 你在很熱的時候 它要很高速的運轉 然後讓它趕快吹涼 當你吹涼的時候 也就是溫度到了25度的時候 它變成低頻 這樣才會省電 不然你會常常聽到那個冷氣 就是突然都沒聲音 然後突然 然後開始轉 就是腰是啟動 然後開始吹 那為什麼變頻會省電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種 跑馬拉松選手的跑法 它還跟跑100米公尺的跑法 是不太一樣的嘛 那真正的馬拉松的跑法 其實你可以把它像變頻 它就是 就是照著一個步驟走 但是當快的時候 在加速的時候 它還是加快 但是當它慢下來的時候 它還是持續的慢慢 慢慢跑步 而沒有變頻的選手 跟沒有變頻的冷氣 它大概就是 你讓它很快速的衝到 300公尺 瞬間就要停下來 然後又跟它說 好衝 然後就才衝 然後就這樣停下來 所以你就會造成你的消耗大 因為第一個 你把你的動作停下來了 那第二個就是 它在從零 要啟動的時候 其實是最傷的 那你如果把它想像成電的時候 就是可以換成你的金錢啊 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特殊的黑科技 就是叫低頻運轉 低頻運轉就是在 你溫度已經到了 在很慢很慢的時候 它還是會很小聲 幾乎沒有聲音這樣 也就是說就是像馬拉松一樣慢慢的跑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分辨 什麼是真的變頻 跟假的變頻呢 第一個就是你的裡面的冷氣 在吹送風 但是你外面的室外機卻沒在轉 嘿 怎麼會裡面在吹外面沒有轉呢 那這個你也可以產生疑慮啦 第二種辨認方式呢 就是你的壓縮機 反反覆覆的一直在啟動 它比如說就是溫度要吹的時候 然後突然就停下來 然後一直在25跟27之間 這樣上上下下 一下開一下關一下開一下關 那就一定不是變頻冷氣了 而當然除了YouTuber有演算法之外 其實冷氣現在也是有演算法的喔 那第二種 如何解決你家的冷氣會臭的問題呢 首先 如果你的冷氣 離上次開冷氣已經超過半年以上 那基本上它應該就一定會臭的 一樣回到我們前面講的冷氣原理 它其實是一個內循環系統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種幫你在過濾空氣的肺 在你的室內環境當中 皮屑跟你的毛髮其實是最多的 像這一類瀰漫在空氣當中 沉澱在你的地板上的東西 這皮屑就是成為蛋白質主機 它其實就是所謂的 嚴重蛋白質污染源 而這些粉塵跟蛋白質在嘎到你的冷氣的裡面了之後 因為在裡面循環嘛 所以它就會產生很多的暗基酸發酵 你會聞起來就很像是一種尿味 你會聞起來就很像是一種沒臭味 這些微生物的小國家呢 它就會卡在你的旗片跟卡在你的風骨 這個就不是你的冷氣洗濾網就可以洗得起來了 所以那些會洗冷氣的人 他就會把你整個冷氣都拆下來 然後把你的什麼旗片啊 把你的那個什麼風骨啊 然後全部都把它拆得一乾二清 然後用高壓水珠清洗 那基本上不太用清潔劑啦 除非你平常會在室內裡面去抽菸 或者是你會在裡面糊一些其實狗狗的東西的時候 它才需要一些比較特殊的清潔劑 那剛剛洗是要多少 我曾經有洗過很便宜的 然後我過年洗的那個是貴的 但是我現在洗的 它就是這樣子喔 反正冷氣這樣子整個拿下來 它拿下來的時候室內已經長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有一個神奇的修繕布 我們這個修繕布 現在全台特價3888了 就是這個布就是把你要拆的東西 你把它蓋起來 你把它鋪在上面 蓋起來 等到你蓋好了之後咧 你就心中默念 你要拆到什麼樣的步驟 點讚加會員 點讚加會員 曹冷真 變身 來這邊很出席 3888 3888 愛人加一 愛人加一 從此我們出去工作再也不用帶工具了 冷氣拆掉之後呢 其實這裡面就是大家比較少見的 熱交換的騎片 但是它也是你會各種霉菌 就是會很容易滋生 你又洗浪洗不到的地方 通常你要把整個冷氣拆掉清潔的時候 它才會清得到 而Toshiba他們今年呢 就是他們號稱做了一種非常強的鍍膜技術 這個鍍膜技術就像你車子洗車一樣 也就是說呢 它讓髒東西或者是讓一些奇怪的粉塵很難去附著 那也就是你在上面如果隨便給它壞化 所以這個時候有鍍膜跟沒鍍膜就會差很多 比說我們拿個牽紙筆 一樣在Alumin上面壞化 有鍍膜的 有沒有 這樣子把它拆起來了 有沒有就不見了 沒鍍膜的呢 有沒有就擦不起來了 所以按照這個原理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像汽車鍍膜一樣 好像他們鍍了一層膜之後 當東西就比較不容易附著上去 或更容易清洗啦 不過呢這個東西我保持一種保守型的官場 因為畢竟是新東西嘛 冷氣沒有吹個五年十年 誰會知道呢 所以各位朋友你可以大家買一台一起做實驗喔 還是要給大家一個正確的觀念 就是冷氣還是要常常清洗 你的濾網還是要每個禮拜都固定 或每個月固定的去清洗 這樣子呢才能夠保持你的內部呢 就是乾乾淨淨吹出來的風是舒服的 總而言之這是他們今年的新科技啦 我們歡迎五年後大家一起來見證這個真機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集超認真少年的 東洋愛迪生跟冷氣的工業歷史 如果你是一個很喜歡聽工業的歷史故事 或者是喜歡這類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這邊夠喜歡 那我們一樣超過一萬就會繼續拍喔 那以上就是超認真少年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你這怎麼掛上去的 不掛 沒有小聰明貴姊 板收姊姊 板收姊姊 你從裡面鎖上去喔 沒有啊 它是鐵板可以拆下來 拆個卡的鐵板 就是沒有很正啊 沒有水平 有啦 還不錯啊 所以天鋼也可以掛冷氣 小時候夏天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家 大家一家人會集在那個客廳裡面 我阿公 他那個時候就有買一台冷氣 我那時候冷氣是窗型的 然後就是咖啡車很舊 然後一轉開的時候會很大聲 那時候我很小 然後夏天很熱嘛 然後阿公就秀書 看到我出現在那邊跑一跑去的時候 他就會過去開冷氣 小時候你去感覺到那個 砰冷氣一開 然後那個冷風吹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阿公好厲害喔 可以開冷氣的人 那是要有一個家庭地位的人才可以去開的 因為以前那個電費很貴吧 轉開的時候他會 噔 然後開始轉到那個 兩紅羊吹出來 哇人生怎麼那麼幸福 小時候的快樂真的好專存 好簡單